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一切都是净花水月一场空 他不卖股权 他把股权要转到新加坡去 马云要把很多资产跟自己隔开 把政治风险和纳税风险和公益事业跟海航一样 把慈善不等 他只要不申请免税号 人家自己的钱 人家没有募捐人家就说了算 全世界大老头在玩的游戏 就是盗取虚名免税 这中国人加了两天 一个呢 回避政治风险 然后加上洗钱 我说就这招 这个新加坡马云选完以后 他只能去新加坡 他哪里也去不了 就真的去了新加坡 我说但是我告诉你 最后竹篮打水一场 跟王健一样 为什么 当你肉身被消灭的时候 你什么基金都是零 盗国贼共产党没别的本事 从肉体上消灭你